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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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屏弹比实测是90.98% 亮度方面 手动最高来到500尼特 自动最高则来到750尼特以上 这一次P50 Pro的曲面屏曲率是比较小的 屏幕边缘处色偏的问题也不太明显了 观感上来说 这块屏幕和最顶级的屏幕肯定是有些差距的 但是经过几年的迭代 这台华为的旗舰机型的确有着很好的屏幕表现 可能在某些极限角度之下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略微的偏色 不过这个角度日常是很难用到 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当然就是性能方面 我们手里这台P50 Pro是麒麟9000的版本 骁龙版本后续才会上市 麒麟9000的性能大家以往测试的比较多 也比较熟悉了 P50 Pro在安兔兔最新版当中 三次跑分测试 最高来到789103分 Andreno Bench测试当中 顺序读取2036 顺序写入1571 随机读取328 随机写入371 表现的很优秀 GK Bench5测试当中 多核3661分 单核1013分 3D Buck Wild Life 6077 OpenGL 达到极限值 鲁大师测试 917711分 跑分来看 78900放在如今 依旧是旗舰的水准 没有什么问题 游戏测试方面 我们使用合璧晶莹HDR高清极限帧率 开启抗锯齿阴影 并且运行30分钟 平均帧率是59.7 测试结束之后 手机正面温度41 背面41.3 耗电10% 在运行原神 采用高画质60帧试玩30分钟 平均帧率50.8 测试结束之后 手机正面44.7 背面42.8 耗电13% 机身很轻薄 但温度控制的不错 可以说麒麟9000的性能部分 你不需要担心 但是本次受到制裁的影响 于成东也在发布会上明确的表示 我们的5G芯片只能够当作4G来使用 P50全系列的4G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点 考虑到5G套餐价格 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是比较贵的 那么有一些小伙伴用的还是4G套餐 所以我们这次的测试环境也是分步骤来进行的 咱们先来看一看4G环境下它的表现 首先是在4G网络下 我们和iPhone 12 Pro Max来做对比 两台手机4G套餐的连通卡连接同一节点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iPhone这里是有5G信号的 华为这里是4G信号 网络测速上iPhone的上传下载速度都比华为要快上一些 即使都是在4G套餐卡的情况下 接着我们又进行WiFi6的网络测试 在连接同一WiFi的情况下 华为的上传和下载速度明显比iPhone要快不少 大概15兆左右 另外在信号覆盖不是很好的楼道和电梯间 5G的iPhone会掉到3G 而华为这边依旧有4G信号 甚至iPhone已经都加载不出来了 华为这边还是可以正常的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路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所以通过测试大家可以很清楚 华为依旧是有着不错的信号表现 WiFi状态下同样也表现更好 关于网速方面的测试 我们后面还会有四大旗舰对决的内容 我们到时候期待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华为应对众多5G机型 它的表现如何 关于如何选择的问题 目前的观点有很多 有一些是关于5G资费比较贵 有一些是关于5G信号覆盖不够全 我这里的观点非常清楚 那就是你在未来一年里使用的是什么手机资费套餐 如果你使用的是5G资费套餐 那么你应该选择一台5G手机 如果你打算长期使用4G资费套餐 那么就可以选择4G旗舰机型 还有同学很关心的就是如果我买了麒麟9000的机型 那未来如果禁令松动 P50系列是不是会通过OTA的方式来升级5G版本的支持 这一点目前看起来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想要实现5G功能需要基带射频和天线这三大系统 从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 华为被断供的元器件主要是射频系统部分的 所谓的解禁变成5G版本这些目前都没有任何确定的消息 所以大家在购买P50 Pro的时候 并不能够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的考量因素 拍照方面也是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了 本次华为P50 Pro在后置镜头参数方面 搭载了5000万像素原色主摄像头 加4000万黑白镜头加1300万超广角镜头 再加上6400万长焦镜头 其中主摄和长焦都配备了OIS光学防抖 长焦部分还支持3.5倍的光学变焦 这次镜头的配置和以往华为的机型是有不少的不同的 并没有采用之前大抵RYV的方案 在变焦方面也是有所缩水的 黑白镜头的回归让我们对它充满了期待 计算摄影到底表现如何 咱们抓紧来看一看 我们先说一下拍照体验 华为P50在拍照结束之后 预览样张会有一个明显的计算过程 也就是说取景器显示的样张 与最终呈现的照片效果是有所不同的 白天样张当中 一倍变焦的情况下 华为P50 Pro的宽容度明显要高于对手 画面也更加透彻 切换到第二组样张 结论是同样的 华为P50 Pro的画面色彩丰富程度和暗部细节 都要更多于对手 在长焦样张当中 我们手动将变焦调至3.5倍 在同等显示的情况下 对手的画面是锐化很多的 对比度也更高 第一眼看起来确实更好 但是当你仔细观察 华为P50 Pro的强体细节 和色彩丰富程度其实是要更好的 再来到10倍长焦样张当中 画面结果是一目了然 华为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出色的 超广角样张当中 P50 Pro的画面是更为通透 宽容度和色彩丰富程度也是肉眼可见的 包括顶部灯饰的细节也明显更多 而在超长焦100倍的测试当中 我们拍摄了两组样张 首先是在未打开AI的模式下 P50 Pro的画面锐度要更高 但是字体是稍有模糊 第二组样张当中我们打开AI优化 同样与某机型120倍的来做对比 可以看到P50 Pro的画面更亮 噪点也更少 但是字体边缘处理 就不如那些有更大光学变焦倍率的机型 需要注意的是 此次P50 Pro宣传的200倍变焦范围 实际上是最高变焦倍率 除以广角的倍率 而并不是一部分手机所使用的 主摄最大的变焦倍率 夜晚样张当中普通模式下 不得不说华为的画面整体 是要略优于有伤 此时肉眼已经无法看到物体 而开启超级夜景的模式下 两台机器的亮度是均有提升的 华为的画面噪点明显要少了很多 切换到超广角镜头 此时对比机型已经无法呈现画面 但是华为依旧可以看到物体 但是画面噪点和色彩溢出很严重 在开启超级夜景模式之后 华为的画面更亮 也依稀可以分辨出物体的轮廓 侧光和对焦速度方面 华为P50 Pro对比其他的机型 则要更快 1080P60帧录像当中 P50 Pro的取景范围 与对比机型相当 华为的白平衡更为准确 细节也更丰富 视频当中宽容度 就没有照片那么高了 相比对手要略逊一些 防抖测试当中 两台机器都是没有防抖开关的 在大幅度跑动的过程当中 防抖的表现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了 目前华为这款机型还没有上市 我们手里的也是测试机 等零售版本上市之后 咱们再为大家做更加详细的测试对比 目前还是仅供参考 即便如此 目前它的表现已经相当的优秀了 这个计算摄影确实名不虚传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过两天 它零售版本上市之后的表现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充电续航和声音部分的表现 需要先说一下 P50 Pro的零售版本当中是没有附赠充电器和数据线的 是需要用户单独购买的 普通闪充套装价格官方是199元 另外还有官方的淡化加小的充电器价格更贵一些 此次华为P50 Pro的电池容量是4360毫安时 再搭配66瓦有线以及50瓦的无线充电 整体的充电的能力方面还是不错的 充电部分 P50 Pro的实测有线充电最大功率来到54.26瓦 5分钟就可以达到19% 30分钟71% 充满100%不到一个小时 实测无线充电最大功率可以达到49.94瓦 非常的快 5分钟就可以充到9% 30分钟达到53% 65分钟就可以达到100% 这个充电速度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在续航部分 屏幕亮度最高 最高刷新率的情况下 进行了半小时的网页 半小时的录像 半小时的视频 半小时合并精英加半小时原神 最终剩余电量43% 最后我们聊一聊这款华为的P50 Pro 按照华为1加8加N的战略构想 是以华为手机作为核心载体 配合智慧屏 平板 手表 音箱 电视等一系列的产品 构建出完整的生态体系 配合更多厂商的接入 将家中更多的智能家电 都纳入到这个生态环境当中来 华为手机凭借着出色的软硬件 带来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获取更多的用户 再通过用户的粘性 辐射到更多的智能家居产品当中 手机与整个生态相辅相成 打造出一整套完整的智能生态解决方案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 华为的未来是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 但是这个战略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 手机 没有了手机呢 也就没有了设备的遥控器 没有了设备的核心 没有了智能终端的核心入口 2019年到2020年 这两年的时间里呢 美方对于华为进行了全方位的 立体式的这种打压 在手机方面 软件禁止使用GMS服务 几乎就断绝了华为在海外市场所有的努力 硬件上更是直接严格限制 华为使用美方所有的技术 在如此高压之下 软件呢 我们尚有鸿蒙操作系统和HMS服务 来代替谷歌的GMS服务 像往年华为旗舰机型在硬件上那么激进的升级 甚至在有一些方面啊 比如说5G方面 那和主流的旗舰机型呢 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这台旗舰机型的意义呢 显然不只是走量 它的意义更多是为了能够延长华为在于 手机行业方面的生命周期 为鸿蒙操作系统积累更多的用户 保留更多希望的种子 等待翻盘的那一天 无论是老用户推送新系统 硬件扩容 推出更换老产品的后盖服务 或者是发布高性价比的平板产品 华为这么做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用户 守住鸿蒙操作系统的智慧生态入口 回归到P50 Pro这款产品本身啊 6488元的4G手机 那确实是一点都不便宜 买还是不买 那取决于你对于华为品牌是否喜欢 如果你最近一两年啊 还打算使用4G套餐的话 那么华为这一次在影像系统方面的表现 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就像华为自己说的那样 自古英雄多磨难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愿华为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 华为P50 Pro快速体验的内容了 有一些同学呢会觉得 P50相对于之前的Mate 40 好像没有硬件上的大幅度的提升 这里呢简单说一句啊 就是Mate系列呢是专注于性能黑科技 而P系列呢主要针对的是时尚人群 那么这一次呢 它能够在比较轻薄的机身的情况下 获得一个较好的拍摄能力啊 本身呢就已经说明了华为的实力吧 关于它的更多的详细对比测试 请大家期待 下个月我们会为你带来的四大旗舰对决 我是拿岩 这里是科技美学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拿岩 科技美学呢正在进行大家测活动啊 顾名思义 大家测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测评活动当中来 在这里呢你可以申请到最热门最受关注的数码产品啊 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 在你得到了测试机会并且完成了深度测评之后呢 不用归还 所以还等什么呢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免费申请吧 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啊 我们已经送出了超过25台手机 20台路由器 鼠标 键盘 还有蓝牙音箱等等啊 总价值超过了5万元人民币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吸引人的数码产品在等待着你免费测试 好了 现在就来科技美学大家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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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隙 好 好 연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